英雄联盟 英雄联盟里第一个6300购买的英雄,对于召唤师来说,一定具有别样的意义。 在S8之前,金币还没被蓝色精粹缩代替,6300金币,是需要相当长时间累积的,按照小编当时的速度,需要10天左右才能打购。 很多人被寝望时,就是为了尽快存购金币,去购买喜欢的英雄,那么,你还记得你第一个6300购买的英雄吗? 近来小编在闲逛的时候,发现有个玩家发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帖子,该帖子提出你的第一个6300英雄,当你老婆或伙伴你愿意吗? 该帖子刚发出,就吸引了众多玩家的回复,帖主首先表明了非常乐意,因为他的第一个6300英雄,就是金克斯,暴走罗里金克斯,一个非常疯狂的导弹鬼,唯恐天下不乱,平凶是其一大特点。 推出至今就受到很多人欢迎,被动协助击杀后,那种暴走感觉,是真实在让人很畅快,大部分网友开始了个书几件,小编发现话费6300,第一个,购买女警凯特林的人非常多,皮城女警拥有超远的射程,一级棒的身材吸引了一大批粉丝,其他网友也开始发表自己的看法了网友一,狗熊应该会很刺激网友二, 不行亚索太浪了受不起网友,三,我愿意,毕竟辛德拉,喜欢女王犯的网友,四,刀妹,我觉得刀妹没有以前没了网友,五,杰,亚索,诺手,男刀,黄姬,纳尔,布隆,卡兹克,狮子狗,老子才发现自己6300的没有女,的网友,六,不愿意, 我记得我一个6300英雄是冰鸟,第二个是妖姬,我能选第二个吗?网友七,我的是维恩我怕UZ爱不高兴就不娶了吧?网友八,我与男刀相视,他默默放下手中的匕首,我慢慢松开手里的鼠标,就这样我选择了狐狸,小编打开英雄列表,认真回忆,没记错的话, 应该是提莫这个小萌物,当同伴还是非常值得信赖的,当初买他是因为他的伤害非常高,能压制大多数上单紧战,召唤师们,还记得你第一个6300购买的英雄吗?当初是因为什么原因选择了他?欢迎留言。